今天我們繼續從這裡講 從這裡剛開始是巨條 拉刀 拉削 拉洗床 從108克剛之後 有很多東西就變簡單了 以前他有躺床 現在東西都講得好少 巨條沒想到這裡才幫你提 沒關係 我們就看看108克剛之後 東西變得這麼簡單 來看一下 關具用的 就是我一般手工具 去那個 文具店 那種巨條 規格是這樣 300x12x0.64 dash 24D 其中24代表什麼意思 才猜到這個T是什麼意思 齒的意思 牙齒的意思是什麼 T 對 複數TEE TH 單數TONTH T字就是牙齒 這就代表你的每寸的尺數 這就是每寸24尺 所以你猜就猜 英文吧 齒數 其他就是什麼常發個 其實考試也是他會考這個東西的 如果要考 巨條 看最後面這個東西 齒數越溫 表示可以用精 精細的去 去出來的念 比較平整光滑 我們叫做細切齒或經切齒 齒數越少 好 出千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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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尺比較大 之間的尖殼比較大 尖殼大概有好處 容血 所以你拒比較軟的東西 以此拒出來的量 切穴 鋸穴比較大 出千尺大概是這種概念 細切齒大概是去比較硬的東西 你要有種感覺 好不好 那這樣一條 這個94年中這句句條就已經講完了 然後等一下有空我們看一下課本句條有什麼重點 好不好 脂肪硬體表示他不要折離放太多的心力在轉流交接在這上面 意思是這樣 從這個考題去看這個趨勢 以前我們講很多東西 但是越做越善越少 這也可能跟你親人有關 現在好像 我覺得什麼東西查得到 我們打字就不要放東西 這個是對是錯 個人覺得是白的 對不對 你說有些東西99真發表的要不要美 我覺得要 對啊 有時候你先 他都要錄冰拳對不對 對啊 可是我覺得 遊戲也都要錄冰拳看的感覺 對 讀書眼道心道手道 寫一次你有印象都感覺不一樣 那有些東西 算數 你說當然了 你可以用計算基礙 可是如果你都會用手 算腦子算腦子才不會退化 對不對 那你這種計算器可以當做你Double check 練算工具嘛 對不對 為什麼呢 以前的人我們有這個數學 對外國人好 因為我們有在背 有在動 就是外國人就覺得 欸 你們的亞洲人怎麼數學都弄得好 這次就真的 這是有他的道理 所以有些東西真的是需要下體工 可能是越來越耐心 所以今天信任這一塊的苦風 下的過度 比較擔心 好 再來 第二題 97年統徹 有關拉效加工 這個東西就是拉床 有個拉高 拉高我們之前有講過 他就是上面有切齒 密密麻麻的切齒 但是這個長條狀的 對不對 這樣一拉 他每一個齒就會勾或切的材料 就好像巨條這樣 但是那個巨條 可能是有單排齒或雙排齒 但是拉床 剛才之前我們開這個棚 他是比較扁平狀的 比較扁尺 稍微扁平狀 等一下給你看 那一次就可以架工 拉一次就可以加工 齒的感覺是這樣 後面的齒會比前面齒來的高 這樣知道嗎 這樣才有辦法 前面切 後面也切切切切 對不對 所以他是後面齒比前面的齒 這樣拉 後面會比較高 前面我們叫出切 後面我們叫做筋切 這概念要有 來 拉小架工 合者 同正確 你看 A 使用具連續切齒的拉高模型 OK 初切及筋切 可以一次完成 是的 對不對 剛才我已經講了 從前面是初切 一次拉到後面 接切 搞定 這樣加工快不快 快 對不對 拉長就是這樣 中間可能要加千銷率的話 齁 再來 2 所以A是這句 再來 對於槍管或大套 腦內側面的螺旋線 有一次喔 不曉得阿嬤 你知道槍管大套裡面有螺旋線這件事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叫做彈線 不曉得你有沒有看過007的片頭 然後轉過來 啪 外面黑色的背景 有螺旋線 那個東西就叫做彈線 怎麼製造出來的 拉重拉出來的 有螺旋線有什麼好處啊 子彈在槍管中運行的時候 經過這個螺旋 這個螺旋因為有螺旋的關係 子彈會旋轉的你知道嗎 有旋轉的子彈 殺傷力會比較大還是小 大 就翻出去 對不對 阿嬤也有拿把 我沒有拿過那個兩年 投這個子彈旋轉的力量就比較大 而且進去一個洞 出來也一個洞 對不對 當然我們有經過戰場 但是都拚那個學長 saya 當兵作戰會怎麼樣 進去一個洞 出來一個洞 那個能量在裡面囤積 甚至會讓你的內臟震碎掉 碎掉 就沒得救了嘛 所以那個東西螺旋線就叫做扛線 以前我們當兵的時候還聽過扛炸 有沒有聽過? 有! 就是你子彈從來 經過在機身裡面爆炸 火藥 因為子彈後面有一個火藥 經過撞針撞擊 砰 子彈推出去 對不對 如果沒有射出去 躺炸 砰 那以前我們打法最怕 躺炸 對不對 甚至我們以前當兵還有一些傳說 槍板就不要對人 不可以 我們這個當地武士館長 或什麼都會這樣 怕鬼蛋 很奇怪 明明沒有上塔 百姬也沒空 你槍板不要絕對著人 砰 出去了 國外槍枝氾濫感是美國啊 不要說氾濫啊 就是買得到了 為什麼 因為跟美國的立國精神有關係 他認為當一個政府腐敗的時候 美國有權力拿槍桿子來推翻 要無良的政府 這是美國入線法規定的 所以美國是買得到槍 但是你要有 像我們留學生 你要有那個 執照 甚至你要去受購 美國供應要一些 IT license才能買得到 這有個危險 你說這個有好處也有壞處啊 槍枝犯來是一個問題 美國有壞處是可以拿到五瓶大麻的 好牌是不好 我個人覺得不是很好 現在其實台灣也被限制了嘛 其實大麻是一個合理的用 它是一個處罰病藥 像癌症病人末期痛得受不了 可以施加大麻 現在他們是不是在台灣 也有大麻的想法是有什麼看法 可能就是說有什麼 其實 對 那這個就是醫生處方 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開放成 小孩子進入3.11 就可以拿到大麻 欸 那你怎麼知道 我覺得怪怪的呢 我覺得怪怪的呢 內座羅文線無法以此方法加工 不好意思可以 就是這要拉船拉出來的 羅文線槍口大套 PS 槍口還有一種方法做 用鑽床 之前我有講 有一種鑽床是落室的管狀物 那個叫做槍鑽 槍鑽以前做到的 落室的那個管狀物 前面槍鑽 不過現在已經慢慢好了 所以槍管大概有這兩種方式做出來 有的人會以為用槍刀用那個汗捷 你下次有注意一下 那你家那個什麼 錯過什麼 槍製造的啊 他自己都有一些工具 有自己槍是改造 對啊 所以他就用鑽床做 對不對 用鑽床 用鑽床 OK啦 PS一下 鑽床你用在機械工廠 鑽床對不對 沒有啦 我用鑽床直接的側床 側床 有沒有摸過鑽床 還沒有 樓下應該有鑽床 什麼這個 5厘米鑽床 0厘米鑽床是放在台上 旁邊有一個手柄 可以控制這個勁道 鑽子下來 PS鑽床 一般我們要鑽的時候 我們會在前面用 刺蟲中心蟲 弄一個小點 對不對 他這個鑽到鑽頭 才不會鑽床 對不對 甚至 有一種中心鑽 阿媽的世界有玩過這個車床 車床不是兩邊會有頂心嗎 尾座有點頂心 請問一下 頂心你要有一個洞 頂住啊 對不對 那個洞就是中心鑽 新加坡 所以鑽床會有一個中心鑽 中心鑽也是 特殊的業用 車床又用軌座的中心鑽 對 所以就順便講到這個中心鑽 有一個容納 這個鑽床 鑽床的地方 鑽床 最常見的就是 麻花鑽床 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 麻花 鑽床 最常見的就是麻花鑽床 麻花鑽床 比較常見後面是持筆的還是有錐筆的 有錐筆的喔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持筆的 持筆的一般都是鑽床的 直徑在13mm以下 小的鑽床後面都是直筆的 追筆的大概是直徑13mm以上 大概是追筆的 這個記一下 這個嘗試 13mm怎麼進黑色星期五 黑色星期五 13號嘛 對不對 聽說13是一個不吉利的數字 有沒有聽說過 7號是Lucky7 7號是Lucky7 13是一個不吉利的數字 所以13mm 就是我們鑽床的一個分界 以上以下 大約 大約是這樣就分了 好 講完那個B 順便講一下鑽床這些嘗試 這個 只要是這種桌上型的 靈敏鑽床 他大概都是手動盡刀 立式鑽床或者 以後更大的鑽床 還有赤道 自動進刀裝置 知道嗎 阿霄的用手 自動進刀就是 他會自動 還有其他的鑽床很多 那這個概念就好了 再來 拉銷 C 這次不對啦 他說無法以此 公公公 所以說可以啊 是可以囉 再來 C 拉銷 可以啊 可以用於家公拗槽 可以啊 你一拉就拉出一根拗槽 內孔 可以啊 強化的就是內孔 六腳型 可以啊 看怎麼拉 你要拉到 如果是可以做六腳型頭的 那你就要設計 特殊的拉刀 拉刀都比較貴 因為這東西有點像 你講生定座 對不對 生定座的東西都是貴 貴在人工啊 現在人工越來越過就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 所以在國外 大家很流行DIY 因為我隨便叫一個公司來做 換家裡邊的水龍頭 換家裡邊的媽頭 唉 動不動就好 提前出去了 所以我們 在國外很流行 自己動手做 對啦 因為他們買公司 對 對 兩家都是動的 對啊 其實這是一家公司 對 你要訓練 年輕人 或者 大家自己動手做 不要什麼換個燈套什麼 都要他自己拷出去 請人來做 對不對 錢都是這樣 換個差不多一千塊 換個差不多一千塊 就要一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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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請人可以說 師父很難叫 人家還要跟你拍 喔 這幾天很麻 那你也怎麼辦 所以有些東西嘗試 就是要不太多學 我也是鼓勵年輕人 要這樣 你不要什麼都不學 怎麼會點蛋 對不對 不是整天都在那邊電腦前挖手機 我要出去跑跑跑 buddies 總算 Mine INT 現在年輕人進展 都沒有我們老年麵好 擔心 對不對 有沒有欣賞 萬一站一站怎麼樣 有可能就 那天才會跟 所以別的老師在聊天 我稍微再跌領一下 有時候我們老師會有這種 五時間或者是工作傷害 因為我們有時候很多行政業都要做 拉阿吉 舉舉 牙齦 鍛鍊後這邊的機構 旁邊有一個老師 徐老師問我 老師這樣鍛鍊怎麼樣 我說我要鍛鍊至少比年輕人 萬一打仗怎麼樣 我們沒辦法倚靠年輕人 的話我可以自救 徐老師他就講不去 他就說可是戰爭起來 這個沒那麼好啊 是不是 對不對 沒辦法 你說練這個 沒有用啊 我就說不用啊 我只要跑得比年輕人快就好了 對不對 如果攻進來 打仗 他們落機啊 擋不住第一線 先死掉 我只要活得比方的球 撐得比方的球 我生存下來的機率就比較大 對不對 就是這樣 因為你 再生不可能大家都死嘛 除了你我還知道 對不對 所以以前我就跟徐老師講 或跟學生講 就像 兩個人 在森林裡 從林裡 遇到一個老虎 對不對 跑得快的人 跑得快的人 活下來 跑得慢的人 對不對 那個故事是這樣子 一個人 看到老虎 知道吧 然後那個人 先下來穿 跑步鞋 那旁邊那人笑 笑的 你跑帶了 老虎我買了 你還在你穿 步鞋 因為這個叢林裡面 有很多石頭 襯襯啊 對不對 穿鞋子 他說你才跑帶 他就說 你跑帶快也 跑不過老虎 他說 我只要跑得過你就好了 對不對 然後只要抓到你 吃你 我已經跑掉了 對不對 所以 阿嬤 雖然 年紀比較差 但是我們現在要好好運動 對不對 萬一有飢荒的時候 我們體能活得你 沒有運動的人求 撐過去就是我們 對啊 那我 對不對 阿嬤你現在慢跑給一小時 一小時 那你體能活到 呃 游泳一千 游泳一千公尺 對 幾小時 兩小時 那你這個 比起 我現在認識的很多年輕人 好很多 有個年輕人走個五分鐘就喘 就害怕 就這樣喘 就這樣喘 真的啊 欸 我害你兩個 那真的 浪跑五小時 傷腦筋 我跳不起來 但是我這個拉不起來 我的意思 我呢 那肌肉不要 有時候會流失 對啊 啊 再來 加工面不能有突起的阻礙物 這句話是對不對 對 如果它拉抄的時候 如果有阻礙物 就是它不痛嗎 卡住了 所以這個加工面 你至少要初步處理一下 我這個大刀拉起來 它是靜近式的 刮球材料 對不對 所以這句答案就是選B 是錯誤的 好不好 這我剛才已經講了 這就是糖線 糖是肉之糖 右手邊是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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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己稍微查一下 光這個字很多年輕人都不會寫 以上 好 再來 第三題 你 105年頭 大概講完這一題 這一題是喜床 欸 阿媽 你知道這個喜 這個是唸喜 是嗎 有聽過嗎 有啊 你打注音符號 你打喜 你現在 大家看 看 跳得出這個字嗎 傳說 跳不出來 聽說注音符號 要打 顯 心一暗 顯 今天如果這句話 學到就賺到 憲床 打到這個金字塔 旁邊 憲 這個字 所以這叫約定成熟 這叫喜床 其實打注音要打顯 心一暗 喜 好 由彎喜床的準備 刀具 行銷法 下來敘述 合則正確 A 彎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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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彎喜床 跟T行草洗刀 的工作 移用 或是洗床 那你要對彎喜 刀的概念 真的有顯床 打顯床 對不對 對 很奇妙 對啊 可以說 PS一下 一個石頭的石 下面一個是水 請問這個字怎麼念 上面一個石頭的石 這個字是代表 棒土的意思 對啊 棒土 PMP 馬 請問這個字怎麼念 棒 聽說它 棒 找不出來 真的嗎 聽說它 傳說打 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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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跳跳 棒 我打棒 你挖出來 真的喔 那點的是 好 棒 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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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 وب 嘚 刀 刀 ? 刀 刀 legends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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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刀具是 断洗刀它就是像一个圆柱体 它的这个面有尺 侧面也有尺 这叫断洗刀 那梯形草的这种洗刀 就是侧面有尺 就是梯形草的 这个侧面有尺 就好像齿纹一样 但是像是平的 然后装在柱子上 长得像倒梯形草 那像这种端洗刀梯形草 它会用在立室洗床 比较长用在立室洗床 可是又欠承到一个问题 阿嬷就会问我 老师 什么是立室洗床 你猜是什么含义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什么是立室卧室 不知道 值得 我可以讲这就是很多人的迷思 误区 立室就是代表你的转周 是直立的 是这个转周 你这个马达是直立的就是立室 你的转周师卧是躺卧的 转是这样转的 我们叫做卧室 诶 诶 转周 那个方向 有的同学会有一个迷思 立室或是立起来的 或者是有一个床 在下面床台是平的 完全抓错重点 诶 就洗刀就是立室卧室 就是看你的转周 是直的还是很好的 是这样 所以像这种提醒草啊 关洗刀 不好意思 庄者时候都是庄 实力的 为什么呢 因为提醒草 如果 他可能这个 提醒草的洗刀 是用这样洗过去 他会有个提醒草 所以直直这样洗过去 关洗刀 也是这样直直洗 或者是 就是这样子 所以稍微有这个概念 这个要看土啊 好不好 我先大概讲一下 如果下一次有机会 所以我们再稍微讲一下 吸走洗刀 吸走 吸日之后 就是中心 有一个洞 中心有一个洞的洗刀 这个有点像 旁边有锯子 中间有一个洞 中间这个洞 它有一个箭草 你知道箭草嗎 中间那个肘 会有一个箭座 中间会放一个箭 带洞 从这个船洞 带洞旁边的这个 新手洗刀 是这样转的 新手洗刀 装置在立室 洗床到图 请问这句话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是应该要装在 卧室的 因为它有一个洞 如果你装在立室的 会掉下来 所以你要装在卧室的 放这个 新手洗刀 这个新手洗刀 这个新手洗刀 有点像 原局片 它变幼稚 听说以前用证 有一个写低词 有没有听过写低词 有没有听过写低词的啊 取罗家人头的东西 它为了 杀掉其他的 阿哥 对不对 听说 写低词就是 锯齿状 就有点像 新手洗刀 这种东西 锯齿状 丢出去 噓 灯头 咔嚓 下来 新手洗刀 像这样 上洗法 利用初洗 消 附填 哇 这个新珠 牵扯到上洗跟下洗 这个 还真的不好说 这就是上洗下洗顺行逆洗的东西 这个还真的要看课本来讲 快要下课 我们看看课本有什么东西 我们时间可能不够 我们稍微看一下 在锯床这一块 锯床 这就是圆锯片 对 然后这个就是锯条 这是直尺的 这个是有勾 勾齿或者抓齿 这个是有跳齿 你大概要有一个概念 这个大概是比较硬的 精密的材料 这个是两个比较满的材料 尤其这个有大的浓穴空间 大概有这个概念 好不好 好 哇 拉住了 这个东西就是拉住了 好 好 这样 大概刚才的考题 就是大概有一个感觉 这个是出切齿 这个是锡切齿 前面再拉过来 你每一个齿都要混线 都要不够挖到 不行 你后面的齿 一定要比前面的齿 高 或者是深 这种感觉 这就是拉住了 所以刚才的枪管 耗管 就是用这种拉出来 拉开是这样 哇 讲不完 你看一般的浓缸 变得好少喔 但是娘娘 以前东西很多耶 没想到拉船跟拉刀 这样讲完了 马上就跳洗床 这里有在讲 这种律师洗床 哇 好 好 下课 谢谢 谢谢